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本期视频来说说PokePay入金到Miffin的事 能做到超低损耗还时时秒到 可以当作优逼最新的一种安全出处 PokePay是一张优卡 之前我发过相关的申请教程 有兴趣的可以来这篇文章 地址就是这个 同时Miffin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电子钱包 有个人IBN账户 支持WISE无损出入金 之前也发过相关申请教程 所有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 注意只有PokePay实体卡才可以入金Miffin 首先把优充值进来 不管哪个地方的优都可以 钱包里有优的地址 充值进来后需要兑换一下 把优兑换成港币 因为PokePay实体卡是港币卡 这个汇率和实时汇率相差不大 只差0.04左右 兑换成功后 点击下面的卡 点击资金化转 进来后点击全部 因为我本身港币还有一些 所以这里是812 资金化转到信用卡有1%手续费 812刚好就是8.12港币 现在我们开始转入Miffin 点击CVV码 就能看到卡片所有信息 打开我们的Miffin软件 点击我的账户 点击充值 809港币换算下来有93欧 我就充值90欧吧 然后点击加号添加新的卡片 把PokePay的卡号等信息写进去 信息全部写完点击充值 不需要其他的操作 直接转成功 这里多出了90欧余额 看一下Miffin里是没有手续费的 返回PokePay看看 这里显示也没有手续费 而且这个176.13保加利亚币对应的 就是90欧 所以从PokePay入金到Miffin 只有换汇时0.04左右的差价 以及划转费用1% 这个费用相当低了 最主要的是Miffin是一个标准的欧元银行账户 到了Miffin账户里 你的钱就是白的了 Miffin可无损入金到Wise 打开Wise软件 打开欧元币种 点击增加 付款货币选择欧元 付款方式选择手动银行转账 选择我是账户持有人 复制这些信息返回Miffin 点击我的账户 点击发送 点击它 添加收款人 输入收款人国家 Wise是英国上市的公司 所以我们选择英国 然后把刚刚Wise那些汇款信息填进来 下面这里就是你Wise开户时的地址 写个大概就行 填写好之后点击充值 会让你收一个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是Miffin榜定的手机号 这样就汇款成功了 成功后你要返回Wise 点击下面的完成 你不点击的话会取消这笔汇款 大概一个工作日会到账 虽然速度慢了些 不过好歹不需要收手续费 过了一天之后 我的Wise就收到了这笔款项 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 总的算下来 利用PokePay入金到Miffin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费用也不算贵 主要是绝对安全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